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2运载火箭 上午9点22分 在九城卫星发射中心证实点火发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发射 火箭升空后不久 陶翼塔 助推器 一级火箭 整流罩等陆续分离 返回舱内三名航天员神态自若 通过神舟12号推进舱外摄像机拍摄可见 太阳能翻摆 顺利展开 发射约573秒后 神舟12号载人飞船鱼二级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顺利将聂海胜 刘波明 汤红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飞行程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各位领导 同志们 根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报 长征2号F 摇12火箭 已将神舟12号载人飞船 准确胜入预定轨道 翻版展开 工作正常 我宣布 神舟12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韩正与北京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握手表示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向工作人员表示祝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指 此次发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 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飞船入轨后 将按照预定程序与天河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组合体飞行期间 航天员将进驻天河核心舱 完成为期三个月的载轨驻流 展开机械臂操作 太空出舱等活动 验证航天员长期载轨驻流 载声声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航天员 聂海胜 刘伯明和汤鸿波在清晨领命出征 准备开启为期三个月的飞行任务 并将成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空间站阶段后的首批太空访客 出征仪式早上约六点半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行 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和汤鸿波挥手入场 向民众致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 太空战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 三名航天员顶命出征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民众纷纷向航天员献上祝福 驻征仪式后 三位航天员由骑警驾驶摩托车护卫 飞行程组乘车前往发射塔架 到达发射塔架后 他们搭乘电梯上到塔架九层平台的神舟12号飞船舱口的位置 完成进舱准备后 航天员刘伯明和汤鸿波逐一进入返回舱 航天员群程非常小心 互相也有一些搀扶的动作 以在保证航天员安全的同时 保护飞船内的设备 而航天员逆海胜 在对轨道舱进行检查完毕后 最后进入返回舱 坐在了中间的指挥长位置 三名航天员进舱就位之后 不时翻越飞行手册 并进行了发射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三名太空人即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飞行任务 成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太空站 载轨组装建造阶段后的首批太空访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神舟12号在今天早上的9点22分21秒点火发射 搭载三名航天员前往到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继续来看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霍卫卫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所发挥的现场报道 神舟12号是中国2003年10月 首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之后的 第七次载人航天任务 是中国空间站建设过程当中的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但同时也是空间站建设关键时期的一次任务执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距离发射塔架1.5公里的位置 这是在火箭发射过程当中 记者能够在的俊进的位置 即使是1.5公里 现场仍然是能够感受到地面强烈的震撼 声音也是震耳欲聋 我必须加大声音说话才能够 正是产生的按照12号 这种巨大的推力 这几个神舟12号 跟马上飞行航空 将三面航天员侧上 中国空间站建设过来 三面航天员也成为 中国空间站的首领 三面航天员计划 载轨出流时间是三个月 这是中国航天员 在台湾的最后的时间 载轨出流期间 他们主要完成的任务 包括仓外的设备 维护维修 科学应用载贺 等等的一系列操作任务 这对三面航天员来说也是巨大的压力 未来的一年多时间当中 中国还需要发射两次的长征5号碧火箭 将空间站的舱段送入太空 还要发射三次的会议分船 三次载人分船 在2022年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设之后 投入到运营当中 投入运营的时间计划是10年 以上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霍伟伟 刘健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报道 而有关于神舟12号在任航天任务最新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给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特派记者霍伟伟 带给我们最新状况 伟伟您好 关于神舟12号成功发射升空之后 接下来何时将会与天和核心舱实现交汇对接呢 好的 主播神舟12号是在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22飞的时候 瞄嘴的窗口 嘴时的发射 10分钟之后舰船就飞离 之后也是顺利的进入到轨道 这次神舟12号的发射采用的是快速对接的方式 不是过去需要花式两天时间才能进行交汇对接 而这次快速对接的时间是在6到9个小时 也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钟前后的话 就有可能进行交汇对接了 一般在地面上我们的快递也不会有这么快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这种飞天速度真的是很快 完成交汇对接之后 三名航天员将会离开神舟12号飞船 进入到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展开一系列的工作 今天晚间他们就可以正式的入驻到了天河核心舱 大家不要关注航天员上天之后 他们的作息时间该怎么安排 根据早天公布的相关安排来说的话 航天员在天河核心舱当中的时间安排的话 还是根据地面的时间来进行作息 相关消息我们会在前方持续的跟进 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主播 好的谢谢维维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继续再来带您关注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16号 是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俄美峰会 聚焦于在军控经贸以及网络黑客等问题 峰会结束之后 普京是首先单独召开了记者会 介绍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 他表示此次会谈十分具有建设性 而双方在外交关系 限制核武等方面也有所进展 普京在记者会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表明 他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战略稳定 网络安全地区冲突 贸易关系和跨大西洋的相关问题 在非常简短的开场白后 就开始接受记者提问 他并回答称 对话十分具有建设性 在外交方面 俄美之间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的关系 终于有所进展 双方将首先从恢复派驻外交官开始 普京还表示 双方都希望解决积压已久的问题 俄罗斯外交部将和美国国务院 就双方如何通过外交管道 保持沟通展开磋商 在安全问题方面 虽然普京否认俄罗斯在加强军力 并称只是在重建基础设施 但他也同意就限制核武进行对话 普京还认为虽然双方都没有在会面中邀请对方访问 但是应当将这件事提上日程 而针对拜登给他的观感 普京也不忘夸赞一番 我可以说他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俄美峰会结束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会谈的气氛良好积极 他向普京强调 美国政府的议程并非针对俄罗斯 而是争取美国人民的利益 拜登也指出 峰会的成果需要通过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进行检验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记者会结束后 美国总统拜登召开记者会 对于俄美峰会比预计时间提前结束 拜登表示会谈气氛良好积极 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与普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在美俄之间 具有重大分歧的领域 双方并没有取得进展 不过拜登在人权和网络安全领域划下了红线 如果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丧生 那将给俄罗斯构成严重后果 拜登宣布美俄将会 展开双边战略稳定对话 两国的军事专家和外交官将会就武器管控进行磋商 会后两国发表了战略稳定联合声明 双方表示即使在关系紧张的时期 两国也能够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取得进展 包括确保在战略领域的可预测性 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以及核战争的威胁 近期延长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体现了俄美对核军被控制的承诺 两国还重申没有人能够赢得核战争 绝不打核战争的原则 对于批评者质疑此次峰会的必要性 拜登强调任何外交关系都是个人关系的延续 他还送给了普京一副定制的美军飞行员墨镜 以及美洲野牛的水晶雕塑 象征着力量团结和坚韧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逸华士能报道 这对于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现场也请教到了时事评论员 吴徐兰女士来我们点评与分析 吴女士您好 中午好 雅倩 吴女士关于普京与拜登在俄美峰会上 就核武器管控也展开了对话 并且发表了战略稳定联合声明 对此您有何观察呢 确实这次俄美峰会应该说成果不多 但是呢在军控领域 在全球战略稳定方面是有所收获的 刚才你提到了 他们签了一份联合声明 是双方重申 在核战方面是没有赢家的 所以就是不会轻易打核战 我想对于俄罗斯和美国来说 做这样的重申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他们无论是核武器的储备 核弹头的数量 还有运载工具呢 都实在是太多了 恐怕要占到全球的七八成 因此呢当俄美现在的关系 处于历史的一个低点的时候 双方做这样的承诺 无疑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 做出了一些贡献 另外这份联合声明当中呢 其实也有一些很实质的东西 你比方说呢 虽然拜登当了美国总统不久 就和俄罗斯方面 是续签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但是呢这个条约 其实也在规定着 2026年这份条约到期之后 大家该怎么办呢 应该尽快地展开一个谈判 在前一段时间 因为俄美关系的走低 谈判一直没有开始 现在他们已经商定 外交方面以及军事方面的专家 要尽快进行一个对接 另外我想呢 虽然俄美都已经退出了中岛条约 但是前段时间普京提出呢 俄罗斯不会在欧洲 部署陆基巡航导弹 也建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呢 同样也不要进行一个部署 不知道这一次的联合声明当中 对此有没有提到 而且普京还建议呢 在中岛导弹方面呢 要进行一个核查 比方说美国一直对俄罗斯的 9M729这个导弹的 它的射程是不是超过500公里 有质疑 俄罗斯方面呢 说美国研发在东欧 多处部署的MK41呢 这个垂直发射系统也有问题 所以在这些方面都应该加强 监督和监管以及一个核查 我想如果这一切呢 都今后能够落实的话 的的确确对于全球战略稳定呢 是有一个很实在的推动 谢谢 好的 谢谢吴女士 所谓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也请您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接着带着我的消息 亚带区股市在今天是个别发展 内地互升两市震荡走高 创业板指上升接近1.7% 互指中午时报在3524点上升了5点 升幅为0.17% 半日成交2241亿人民币 深圳指中午则是报在了14418点上升了122点 升幅为0.86% 半日成交2862亿人民币 而在香港股市方面 恒申指数则是低开了195点 随后则是逐步回稳 恒指中午则是报在28516点上升80点 升幅为0.28% 半日成交709亿港元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在周四上午是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拘捕5名苹果日报公司董事 根据香港警方通报 被拘捕的5人包括了4男1女 年龄则是在47岁至63岁 而被捕者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 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警方也曾经到被捕者住所来进行搜查 5人现在是被扣留调查 而警方也不排除还会有其他的拘捕行动 此外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同样是在周四上午 执行由香港法院根据香港国安法所发出的法庭首令 搜查一间位于在江军澳的传媒机构 搜查另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利 香港警方指行动目的是为一宗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来进行搜查 搜查行动仍在持续进行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00年前包括了赵世言 周恩来 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 都曾经满怀救国制 踏上了留法 勤工俭学的道路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的脚步 一块去到法国中部城市克鲁梭 来寻访他们的奋斗历程 也继续来看看我们所特别制作的《真容岁月》 寻访中共先驱的海外故事系列报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中部城市克鲁梭 我的身后就是法国二十世纪处最大的 施耐德钢铁厂的就职所在地 1921年包括邓小平 赵世言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 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克鲁梭 赵世纳德钢铁厂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 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 工厂有工人约三万人 其中华工一千余人 勤工俭学的学生一百多人 邓小平 李立三 赵世言等相继在1921年来到这里 从事扎钢工的工作 位于当地的弗朗索瓦布尔东学院的工业档案中心 至今还保留着他们入职时的登记资料 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邓小平 邓小平 在这张图上是2月1921年 他上年岁首席的6岁了 他成为16岁和9岁了 他出世了12月1904年 他出生了12月1904年 他出生了大上的学生 他在那时候曾经是学生 接着地上是一样的工厂 他出生了地的工厂 主持人的工厂 1月1921年 他不在长相长 一直在于23月1921年 石耐德钢铁厂的工作经营 让邓小平等人第一次体验到做工的艰心 在工作期间,飞行的火星经常被烧毁了 这让他们身上涂满了红药和红药水 在艰辛的工作之余 邓小平和当时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赵世言 李立三等人仍不忘践行革命的初心 他们一起组织了勤工俭学会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体 如果您是到盘尼艰尼尼中的家则 而是由于商人计则所发的称 gebe 从商人计则所发的增长 于是与中国人存在这些的肖品 所以当然是他们估计的问题 他在这些讨厌上的或是有意义 我们得担心和共产党的筑督 通过移民主义 我觉得这两点子链融了 邓小平在成为新中国领导人后 在回忆起施奈德钢铁厂的经历时苦笑道 在克鲁梭拉红铁 做了一个月的苦工 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 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1921年的4月23号 在施奈德钢铁厂工作了不到一个月的 邓小平主动提出了辞职 离开了克鲁梭 而在同一年 由于受到一战的影响 法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包括李立三 赵世言等勤工俭学的学生们 也都相继离开了这里 在克鲁梭拉红铁厂的工作经历 让曾经复法勤工俭学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们 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残酷 这也为他们日后寻求革命救国 一步一步走向马克思主义 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凤凰卫视 金亮临平 法国 克鲁梭报道 感谢大臣 我们再会